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听众和观众, 来到10月份最后一天 10月31日早上, 开始今天的千禧年代 我是叶冠林, 首先要讲讲靶场的消息 由现在到晚上9点 粉凌身为大靶靶场和青山靶场 有射击练习, 夜间练习时 国区份挂雄旗指示 夜间联集时, 国区份挂雄灯指示 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 以免发生危险 今早上想讲讲现在青年的机会 事关见到政府近期都有些动作 就是给青年人多些 可以参与政治相关的工作 或者社区相关的工作的一些机会 其中之前见到, 中策组会改组 成为政府创新与统筹办事处 之前出了广告, 请一些主任 工资都不错, 最高到9万多元 大家可以留意 另外今天也看到出了广告 之前也预告过, 有一个自战的事行计划 专与青年委员 今天看到一份广告出来了 邀请一些年龄 介乎18至35岁的人士 可以自战成为5个政府咨询委员会的委员 包括禁毒常务委员会 创新科技及再工业化委员会 公民教育委员会 環境运动委员会 以及将成立的青年发展委员会 这些自战计划有多少用呢? 大家觉得有多大吸引力呢? 青年可以有什么渠道 参与公共事务呢? 大家怎样看? 你只是多一天去谈谈谈谈谈跳 是只有1723 Tips 只有1723 duh 由这个话题 仍然在两位都相当年轻的正圈中人 伴我谈谈谈谈谈的 分别是嘛 就有用民主党的副主席 络建汐 早安 另外更是年轻民建帖副主席 亦是青年事务委员会啊 伍郎 想问两位先 刚才先讲《自战计划》 今天 blush廣告的是新活谈 有否吸引力呢? 不如先去大廣告 我觉得对于平时没有沟盛地参与的人 那這個可能是一個方向讓他參加 但是也同樣地 我不知道他究竟實際上會用了什麼條件 用什麼標準去篩選 或者去挑選一些委員 就是如果你在平時沒有什麼渠道 也都等於你其實是沒有什麼 可能在社會裡面很廣泛的參與 讓人知道你是誰 那究竟那些選擇的方向會是怎樣呢 還有我想第二件事 我覺得對我來說這個青年自戰計劃 有一個我幾大的疑問是什麼呢 就是政府經常都說 想吸納一些年輕人的聲音 經常都想說有一些不同的意見想聽到 但是我經常都覺得那些意見已經存在 你是知道他是誰 那你例如說羅冠聰也好 黃之鋒也好 或者其他更加不同意見的人 其實你是知道他是誰 問題是你接不接受他 而不是你有沒有一個空間 或者有沒有一個渠道 叫做自戰計劃讓他參與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 這個自戰計劃不是一個什麼很大的動作 或者很特別的事情 所以更加重要就是大家看回他之後 究竟怎樣去用這個自戰計劃 怎樣去揀選不同的人 他是否願意吸納到很明顯地 跟他很正義很正見不同 很多思想上想法上很不同的人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核心 即是當你問都不問他 或者其實過去他要問他 其實很容易問到他 你問都不問他 然後他現在有自戰計劃 你期望他來參與 我覺得這個有點圓目求如 另一位代表就是青年民建聯副主席林林 你又怎樣看呢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姿勢 因為其實之前一路大家都說 其實你政府想法是不是太守舊 太過浮在上面 不夠落地 是不是可以真的聽到青年聲音 其實一些委員會是一些政策推行之前 未出台之前一些準備好的時候 其實已經一路做很多輪的討論 我自己在青年事務委員會也是 很多一些計劃其實一路談談 我們很仔細地去談 那是不是在這個時候 其實意見的最大作用 不是說你可能出來了之後才給意見 可能有點太遲 那既然政府這麼願意這麼早的時候 已經可以讓一些青年人去參與 其實我覺得是好的 因為有些人就說可能 大家的意見大家都知道的 那當然意見有很多種的 好像剛才大家也有說 有些意見可能是犯法 那是不是全部都聽呢 那我覺得作為政府 他都要自己去衡量一下 怎樣去處理 但是如果有些新人進去 可能說那個委員會這麼大 這麼多人入面 你加幾個是不是有用的 還是一個新的 其實有新人就一定會有一個新的想法 其實大家會有興奮的 大家的想法會突然說 咦 你怎麼會這樣想的 會不會做法可能不同的 那其實我覺得一定會有些新的出現了 不過我覺得也要立刻提到的就是 其實你看到最近有一個 也不是最近上年 其實有一個就是防止星前自殺的委員會 他也都找了香港大學的學生會 當時的會長 孫曉林進去 那你看到最近的一些訪問 孫曉林也覺得進去之後 低了一把聲 然後其他人就完全不理他 結果出來之後 也都報告裡面 是沒有吸納到他所提出的一些意見 那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我為什麼說 是整個政府的心態的問題呢 其實就是這些位置 就是當你一個青年進去 然後你繼續用這種心態去處理一些問題的話 其實是不會有任何的幫助 還有正如剛才說那些人是在的 你是知道他是誰 你是可以吸納到他 也都很明顯是 他們是代表某一些青年的聲音 他們是有代表性的時間 你都不找他 然後你搞一個自戰教育出來 找其他人 那是什麼意思呢 這裏也想問一下 會不會其實 剛才你說社會上都有不同的聲音 其實是在的 爭在政府找不找他 一好二找到的 會不會這次自戰教育 就引到一些基本上 大家平時都見不到的聲音 都會浮出來呢 多不多這類的聲音 其實存在社會上呢 你怎麼看呢 這個就是他到時候去 因選、簡選、篩選 我不知道他是怎樣用的方法 這個就是在那個位置裏面 我們就會看 一來就是那個人 究竟他的不同意見 究竟是平時已經一直在說不同意見 還是其實政府是不知道的 那他可能 我不知道他是用什麼面試 就是他又有一些什麼委員會 密密的那些東西 那他那個輪選委員會 是要面試的 還是純粹看CV 還是會做Google search 還是怎樣的 就是我不知道他整個運作會是怎樣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他不是一個 平時說得很多不同意見 很明顯的人的話 其實政府是不會知道那個是什麼人 所以我想如果有一些不同意見的人 他想進去 可能在之前他是嘗試去隱藏自己的意見 我不會否定可能有什麼情況 但是那些可以得到因選進去的機會 我猜又會比較小 剛才大家都提到 很關注究竟怎樣去找這些人出來 其實有一個招募委員會 在廣告裡都提得很清楚 主席就是民政事務局局長 另外還有一些委員 不如現在在電話旁邊 請來一個委員 又跟我們說說究竟他們會怎樣做 他本身都是青年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劉明偉在電話旁邊 早安 劉明偉 早安 你好 另外還有羅健希和林林在 大家很關心這個自戰計劃 究竟是怎樣去招募的 可否跟我們說說 重點你會怎樣找對的人出來呢 其實你看看今天報紙已經登了廣告了 其實在港局上的要求是比較簡單的 三個而已 四個而已 有年齡的上限 城市社會服務 對政策有一定的認識 和有良好分析和溝通能力 這些是基本要求 我想聽到是否羅健說 是看CV還是面試 你這樣看CV一定看不到這些東西的 所以我覺得一定是會有一個面試的環節 去真是讓政府密識這些人的 我同意羅健所說 其實小發聲或者知名度低的 政府本身是不會認識這些人 所以其實有一個自戰計劃 正正就是去針對一些有心服務 但是真的政府從來沒有密識過 是沒聽過多少人進去參與的 如果是有知名度 我覺得是不需要透過這個計劃進去這些委員會 其實如果你選擇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個傾向 找一些真的素人 一些大家素未謀面的人多一些呢 我會想 如果全部都是認識的人 或者是政黨派來的人 我會很失望 另外這次看到大家申請表的時候 都可以用文字 不多於六百字的 或者拍片或者錄音出來 不長於三分鐘的 是不是這個都是你們重要的 選人的一個依據來的 這個是的 其實我們說到是要溝通能力的 其中一個要求 你去委員會去聽意見 聽其他人的意見 或者表達自己的意見 你其實都是要有一個基本的溝通的能力的 其實我們很有趣的 我們又可以用文字來接受書面的表達 亦都是今次開放一些 用一個拍影片也好 或者拍法事長去做 因為其實不同人 無論是青年或者其他人也好 不同人有不同最佳表達的方式 我們不想只是寫文字的 所以那些債人才有機會進入 這次其實看到普遍有兩種懷疑 一個就是懷疑你們選人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撇除其他的因素 沒有政治考慮 一個就是進來之後 是不是真的做到事 兩大懷疑 怎樣回應這兩種懷疑呢 這兩個懷疑我覺得 你如果對政府有意見的朋友 其實是很合理的 我想整理來說 我會覺得大家有待觀看的 有待觀看 說回選人那裏 你記住其實那五個委員會加起來 都是11、12個 會找到11、12個委員會 你如果有500個申請的話 你想像一下其實都挺不容易選的 你是會有四百八十幾個落選的朋友 我想說選不中某一個人 或者選不中某一個政治很知名很高的人 不代表什麼的 只不過是另外四百幾人 裡面可能有人在政策認識也好 或者在不同範圍 可能真的是特典一點 所以這個話不是 但是大家其實 無論你是什麼選擇的過程 都是有些人是能夠入圍 有些人不能夠入圍 我希望政府在最後委任這十幾個新的委員的時候 他選擇的人是可以表現不到一個開放 聽不同的聲音 不同的政見立場的一個組成 你說有沒有效 其實我覺得好看回每個委員會 因為其實每個政府委員會 他有不同的特質 不同的性格 或者氣氛 我覺得其實很視乎去運動這些委員會的主席 去運動這些委員會的秘書處 或者AO同事 他們有沒有心去讓新的聲音 或者新的面孔去完全參與 我經常提醒大家一件事 一個委員只是可能三十個人裡面 其中一把聲音來的 不聽那個委員的意見 不代表不尊重他 不是事必是不尊重他 我想說委員會進去 大家是有很多聲音 最後哪一類聲音是主流意見 或者什麼 其實我覺得去做委員 做任何委員 無論是透過自戰計劃也好 青年人或者非青年也好 是有這個期望 不是在委員會有一個位置 或者有一個發言權 就自動代表你的意見會被接納 我覺得是透過共識 透過大家去說服大家 這樣去運作的 剛才你說也期望有找到一些 可能素人一些的小政黨參與 希望吸納這些人進去這些委員會 其實可不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入出來的委員會 他還有什麼所謂前途 或者有什麼再往後發展的方向 可以提示一下大家 入了這個 這個問題 假設了你是想更上一層樓的 好像有政治的心 或者有政治的目標 其實你透過委員會 如果你真的想這樣的話 你是認識很多不同的人 你是對一個課題 認識更加深淫 其實如果你想做一個政治人才 這裏是一個挺好的平台 挺好的學習空間 你如果是一個普通人 打一份工的平時 沒有一個政治的目標 或者想做政治人才的話 其實這個是一個挺好的 不是回來太多時間 服務社會給你的某些專業意見 或者某些深度的認識 讓政府採納去服務市民 成為所謂政治人才 還有什麼出路呢 是不是都是問責團隊 或者往後加入政黨 那些條路 一路走下去 如果真的對你方面 有些想法的話 其實香港的政治生態 尤其是給青年人發揮的 政治生態的政治空間 很有限的 我經常都跟很多大政黨 無論是建制還是泛民 都說其實很多青年人 其實對你們的黨的立場 對你們黨的作風 無論是建制好 泛民好 是沒有共鳴的 其實我覺得香港的各大政黨 是要正視這個問題 為什麼青年人和選民 無關了 這個我覺得值得去討論 因為其實我們的社會 是需要政黨 我們的社會是需要政黨 和市民和青年人 有一個更加貼近的關係 好 剩下很多時間想問一下 青年發展委員會 相信還是你都不知道會不會參與 你如果有份選擇 你會怎樣選擇心目中理想的人選 我想其實我心目中理想的委員 是認識很多不同 尤其是跟他背景不同的青年人 或者青年放體 入到委員會 尤其是青年節目委員 現在我的青年節目委員會 不只是說你自己親身經歷這麼簡單 那些就像喝茶聊天 我們是想拿每一個委員 接觸不同的青年人 整體的看法 整體的分析 我想那個去認識不同事物 認識不同人 那個多元化很重要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青年課題 其實說來講 都是很多政策課題 某程度上是要對政府的運作 有些認識 不代表認同 不過起碼有個認識 要明白 事情為什麼會這樣 或者政府的行為 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我覺得是重要的 其實我們的委員會 雖然快要完結 但是我期望新的委員會 都有新的自戰青年參加 如果我是新主席的話 當然我不是 但是我會重止一些特殊 最後想問一問 你猜這次自戰計劃 反應會如何 多不多 你之前也接觸過很多年青人 多不多這些數人會有興趣呢 你估計 我覺得多的 雖然有很多人在搏冷水 或者說明不參加 但是其實我認識很多青年人 其實以前是問過我 怎樣可以加入青年事務委員會 我就當時勾了 因為其實我沒有一個可以給他們的途徑 現在有這樣的途徑 我相信他們是會踴躍地報名申請 多謝你先劉明偉 談到這裡 謝謝你 劉明偉就是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 也是這次招募委員會的其中一員 繼續跟我們兩位嘉賓談談 有羅傑希和林林 林林剛才聽完 林明偉解了怎樣選人 怎麼看 好的 因為其實之前新聞都說了很多次 將會做這件事 其實身邊大家 做的社區工作一定會接觸到一些學生 其實當時已經跟他們說 快點看一則新聞 你們遲些去申請 因為我想剛才他說政治素人 可能真的是一些學生 甚至乎一些已經上班 但他沒有真的打算做議員 甚至乎怎樣 他真的對政策研究 或者某個分頭他真的很有興趣 或者十分關注環境各方面 這些便會有一個途徑給他 其實是好的 至少他會理解 原來政府有這樣的政策出來 會這樣行動 可以這樣去影響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羅健熙呢 我覺得對我來說 其實整個招募的過程 他一例是十一二個其實很少 十一個其實 五個委員會 其實每個委員會只有兩個 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有限制的選項 而我也相信 有年輕人是真的有興趣的 特別是他不是很多參與政治的人 可能他覺得有些地方 也想跟香港政府分享一下他的想法 那我也是有不少這些人在 但是當你只有一個委員會的時間 其實你看到香港政府 是很多很多很多 不知道從哪裡來的委員會 當然我覺得第一件事 他應該去想一想 是不是應該要減散整個委員會的架構 第二個我覺得也是要想一下 就是整個委員會 去組成我們過去委任的方法 其實是不是都已經跟不上時代 跟不上這個社會的節奏呢 而是否現在五個他聲稱 將來可能會延長 但是是不是 那大搞你是不是先支持 如果他搞多些 如果他搞多些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就是對外國人 就算現在有些人跟我說他 他是有興趣 問我是不是想 那就試一下 就是你進去 一來劉明偉剛是對的 就是你進去後 你會認識很多人 也會明白整個政府的運作 但同一時間 我也覺得你在裡面也會感覺到 這個政府是怎樣去面對一些不同的意見的聲音 他會對你好 我不是說要他進去 就等於他要接納了你的意見 我想大家在說的是 你進去之後 你的意見有沒有被遇到 有沒有被人聽到 而他因應你的意見是有回應 我覺得這個是對我來說比較重要 我相信年輕人進去的話 他們也會感覺到 實際上政府有多願意聽他們的聲音 我想問民主黨對於今次這一波的取態 例如問責官員 你們有個說法 就是不希望黨員進去 另外中策組改組做政府創新 及統籌辦事處又說請年輕人 現在又有自戰做千春組織 你們是否鼓勵黨員參與 例如中策組那個 其實我們過去一直以來 對於非全職顧問那些 其實都是有一個一定的要求 就是怎樣去申報 我想現在的形式 雖然他改變了由一個非全職變成全職 但是我想對我們來說 那個分別就不是很大 因為他也不是一些問責的團隊 頂曬總統都是叫諮詢架構 其中一部份 全職受薪在裏面做事 是職員 職員我們也不能管 我們的黨員去做什麼工 第二件事就是關於那些諮詢委員會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都有推薦美政府 所以這個也不是一些對我們來說的新事 所以如果有些黨裏面的朋友 他們想參加的 我們也不會阻止 好 大家怎麼看現在這幾項的計劃 青年方面 講到中策組改組了 會請人 另外就是這個自戰計劃 大家對於這個青年 找用自戰私人計劃 怎麼看呢 可以打來和我們聊一下 172311 多謝我們加上民主黨副主席羅建希 知道你要趕赴另一個訪問 先和你們聊到 不過新聞回來之後 繼續會有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林林繼續在這裡 大家都打來聊一下 172311 歡迎大家繼續收聽 收睇千禧年代 我是葉冠林 今早在聊天 有關今天剛剛登報紙 青年委員自戰試行計劃 叫一些18至35歲的人士 可以透過這個自戰計劃 和政府自戰 做五個諮詢委員會的委員 包括禁讀常務委員會 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 公民教育委員會 環境運動委員會 以及之後成立的青年發展委員會 一共有11個名額 大家怎麼看呢 繼續打來聊一下 172311 直播室繼續有嘉賓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林林在這裡 剛才我們跟其中一個 就是招募委員會的成員 劉明偉講過 他就說想找一些素人多些 他自己個人傾向 你作為青年民建聯一員 你怎麼看呢 你會不會都鼓勵黨員參加 但是鼓勵的時候 可能拿著本身政黨的名字 未必有好處 玩這次這個遊戲 我覺得沒有好處 其實我覺得政府做得這件事 真的想在民間 找到一些真的對政治 或者甚至乎 我想不是政治 其實很實際的委員會 真的對那個範疇有興趣 而想表達意見的人 我覺得反而對政黨沒有什麼好處 我自己也覺得其實 政黨應該讓些位置出來 給一些真的 平時可能上其他工作 他自己對這件事特別有興趣 但是他其實 我相信他在面試的時候 都問到一些意見 看得出他分析能力 各方面的能力 他怎麼去處事 各方面 如果選到那些人進來 對政府整個推行各方面的 其實有幫助 他代表一種聲音 聽你這麼說 即是民建聯未必會鼓勵年青成員 參與這次計劃 我就沒有收通知 說鼓勵我 我又沒有收WhatsApp 什麼都沒有 如果其他 因為你都是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其他青年民建聯的成員 問你我可不可以自戰 我當然歡迎他們去自戰 因為你其實 首先你自戰自己 已經是一個很主動的行為 你做到這個行為 到時你也需要去表達自己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過程 至少你要知道這件事是這樣去運行的 我需要這樣去表達自己 你可能過程之中 你也要想為何我自己會有興趣 你自己對自己也有個分析 其實這整個過程是很好的 我們剛才訪問了 其中一位的招募委員會成員 林明偉 現在在電話旁邊請多一位 都是招募委員會成員 跟我們談談 他本身就是今次 招募人進去的 其中一個諮詢委員會的主席 就是環境運動委員會主席 也是今次招募委員會成員之一 林超英在電話旁邊 早安林超英 早安 早安 你打算怎樣選擇人 哪些人最想找到 哪類人 我這個委員會是比較特別的 我這個委員會是講運動 運動委員會 搞運動 我們真的要想辦法和做事 所以我第一件事就是希望 香港報名的人 對自然環境 自然和環境 都是很關心 很熱愛 以及為香港好 一定要有熱心 否則 他來我這個委員會 可能也挺辛苦的 因為我這個委員會 不只是來開幾個會 因為我下面有一些熟下的小組委員會 要他們參與 譬如有些就是 教育委員會 要想辦法在教育方面做事 有些就是批錢的 那些項目 是以十計 有時候過百計 要開很多會來審批的 所以都要有些時間投入 還有你如果 如果對自然和環境的認識不夠 你真的不知道要怎麼審批 所以一定要對這些有些認識 另外你說 重點是搞運動 運動會不會參與 政黨會比較熟 搞大型活動等等 那些會不會比較好處 還是沒有那麼好處 因為劉明偉剛才說 就是想找一些素人的東西 他個人就少一點見 在我來說 政黨完全是不再考慮的問題 我相信這個表格好像也沒有填政黨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我直覺是 OK 我們不會看的 我也是 報名的人 我們盡可能 都各個都有機會 在場合上大家會碰頭的 就是 我 如果是我問 我一定不會問他是什麼黨 因為 因為 我們搞這件事 我們這件事實苦實作 是做事的 所以你是什麼黨 好像對我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又不是 他欠選票的機構 真的是做事的 另外 對 譬如說 聊天開會 我希望他主動一點 我這個會 有些委員都說 我們這個會是他沒見過 那麼開心 大家都可以聊天的會 你不說話 我會騙你出聲的 嗯 但是另一個 有些人懷疑 就是入了你的諮詢委員會 究竟發揮了幾大作用呢 可能我只是委員會 這麼多人當中 其中一員 就怕說了都沒有什麼作用 你作為主席會怎麼樣 我每個人都要他說的 嗯 那當然 沒有人可以想像自己 在一個 譬如說20個人的委員會裏 你說的話 就大了 就沒有的 這個 委員會的意思 就是大家聊天 在這裏 掙磨 找一個最好的方法 尤其是我這個委員會 整天都在這裏 找新的方法 想新的策略 去推大家 改變思想行為 就 不要買那麼多東西 亂製造垃圾 周圍扔 大家能夠學識智能 減少一些排放影響發展 就是我們會搞一些實際行為上的表現 所以我們不是說 誰有什麼 一定要欺騙給別人 反而就是 如果他有辦法的話 我會多多歡迎 嗯 青年入了你的委員會 如果他 很有心去投身公共事務 他往後會有什麼發展的空間 有什麼好處呢 我可以說一下 你怎麼看 不要說好處 參加這些委員 不是說好處 是說你對香港有什麼貢獻 就是各個進來 沒有好處的 因為其實 如果你是什麼機構 進來做委員 你這個機構來申請批款 更慘 嗯 你自己要避職 然後其他人知道 原來跟你有關的 還更加不敢給你 所以進來沒有好處的 OK 進來我覺得反而是吃虧的 所以我就促進大家 不要想著進來這個委員會 有什麼好處 而是你能夠做些什麼 給香港 我們其實這個委員會 之前已經做過一些活動 就多罵一些人 尤其是希望年輕人 給我們 我們擁抱青年這個思路 在政府宣布之前 幾個月 我們已經 自己主動在做的 嗯 OK 最後想問一下 你猜這次反應如何 多不多人會有興趣 進來的會 聽你的會 我做過折民台之下 沒得預測的 OK 我只是要求年輕人 你們報名吧 沒有損失的 因為呢 只要數目 不要說幾萬幾千 我們盡量 每個人都給他們一個機會 來參加一個聊天會 嗯 那兩位 始終也有很多人失望 但我希望他們來到 碰到其他都有興趣的人 他們如果能夠建立網絡 他們自己找些事情搞出來 對香港環境 對香港自然有益 都是一件好事 OK 好 先謝謝你 林昭英和你聊天 先明白你的想法 謝謝 林昭英就是環境運動委員會主席 亦是今次青年節戰計劃的 招募委員會成員之一 直播室繼續有嘉賓 就是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林林在這裡 聽聽眾的看法 有張先生打上來 張先生你好 是 主持 你好 我聽了很久 我想說幾件事 第一 你連歷史 上世紀的歷史 基本上都不會是這個 在教育裡 去做一個主流的主修科目 你何來搞這些委員會 可以吸引到一群有志者 進去為香港做事的人士 因為有很多政策 包括房屋 包括醫療 包括教育 上世紀有很多政策 都是一個相對較健全的 你今世紀之後 一定只是在上世紀的某些缺陷來修改 或者改善 令它更好 今天的政府 是將上世紀的醫療 教育 或者房屋 全部破壞了 包括政府架構 所以現在外面 有些人已經唱了一句 別忘五星期投降去坐定 謝謝張先生 從根本上懷疑這次的截戰計劃 不過最後我也想問一問 林林 今次見到政府有一系列的舉措 有截戰計劃 之前有中策組改組再請人 你覺得對於一個青年發展 政治上的發展也好 你覺得是怎麼回事 因為現在有些人就像你那樣 你本身是區議員 也參加青年民建聯 但現在譬如請中策組那些改組 人工有多高 最高位要求立法會議員 那會不會現在的路變得不同了 你怎麼看呢 其實是好的 因為好像剛才嘉賓也有說到 其實香港的政圈的發展 其實是非常狹窄的 甚至你就算區議員 是否可以升到立法會議員 不是直升的 是否有位子 怎樣去爭取那方面的事情 其實都是不同的 如果有另外一些發展 其實在其他的國家 甚至乎有些協議員 或者有些人的溝通能力 比較高 是否可以做到這些 我們又不是很見到 有實質的這些位置去做 如果真的對這一行人 有興趣的人可以怎樣 其實當然 近來都看到很多大型機構 其實他們都會聘請一些PRO 其實是負責面對群眾的 面對一些區議員 面對政府的 但是他們也不是很正確的 都是很商業的一件事 如果真的對著這些公共的服務 各方面其實有興趣 或者有個抱負其實很狹窄 甚至乎也要看彩數 他們可以怎樣去做呢 其實剛才所說的 這些其實是PRO 試驗計劃 試驗計劃就是 我先試了 我放在兩個位置 看看怎樣去運作 以後怎樣去發大 其實一步一步下來 我覺得一定會是一個向好的方向 我又不同意 那麼少人怎樣做 你一定是從小開始的 好 再多謝你 有青年民建聯付出 臨臨出青年隊 多謝你聊到這裡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緊守崗位 隨時後命 直擊社會最新動向 3 3 2 1 和全港700萬人 同步緊貼本地局勢發展 出兩個版本 電台電視攜手協助 記錄香港未來每一個重要時刻 全台上下齊心 精益求精 報道真相 認真 看得 港台電視30日 精選一周時事議題 邀請相關官員、議員 或社會人士公開他們的看法 歡迎觀眾即時封閉 一起深入討論香港事務 讓每位觀眾發表意見 互相交流、暢談時政 星期六問責 星期六早早8點 港台電視31現場直播 一八七二三一 千天年代 星期六早早8點 講到青年自戰計劃等等的話題 另一個現在的年輕人都很關注 就是教育的話題 事關課程改革等等 可能會影響到他們學些什麼 不知年輕人關心 成年人都很關心 家長都很關心 講講中國歷史科的情況 因為昨天看到教育局 初中的中國歷史第二階段 課程諮詢委員會 發表了一個諮詢文件 講到這次新的諮詢 跟第一個階段的諮詢有些不同 其中有些什麼不同呢 增加多了一些政治演變史 減少了一些文化特色史的內容 另外還有一個部分 叫做香港發展部分 今次的諮詢稿 都說維持10%的課節 一共15節 並且港道會加入 調校中英談判和基本法制定等等的細節 大家怎麼看呢 可以打來談談 17231 今早也請來了兩位嘉賓 跟我們講講這個話題 這樣的改動是否好 有什麼地方要注意呢 請來嘉賓就有教育界的立法會議員 葉建元早晨 早晨 另外還請來就是有 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 早晨 早晨 不如先請兩位大概講講 改動的方向 不如葉建元先 其實這次中史的改動 素來我以前教書的時候 我也教過過中史 課程的改變沒有什麼人理會 社會上不會特別關心 因為主要都是一個教學的問題 但是到現在 現在因為整個形勢的轉變 大家都會比較關心 究竟政治會不會影響到 中史科的課程的修改呢 我昨天也看過 那個修改的課程抗擾 我總的感覺就是 就是那個我看不到太多 有政治性的一個 就是影響著這次的中史的修訂 基本上我覺得都是 應該就是由一班中史的 這個教書的人 或者是在大學裡頭 就是相關的學者 大家一起去參與 你說會不會有一些政治的影響呢 比如說六四的問題 沒有列入去 六七暴動沒有列入去 這裡可能有一點 或者基本法的制定 要特別飆出來等等 這些可能都有些政治的影響 但是如果你說基本法制定的問題 我又覺得這個其實大家去認識 也是一件很合適的事情 但是你說如果更加好的話 可能我們在香港的市民都會覺得 比如說六七暴動 六四的問題 這些都是在香港發生的大事 現在的中國歷史 包含了香港歷史的部分 如果將這兩個題目標列出來 可能會比較合適一些 我覺得整體而言 政治的因素影響少 但是教學上面 就有很多爭論 就是中市老師當中 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待會有機會 稍後再說 但大體上聽你說 似乎沒有什麼特別大 令你關注的要點 有些細緯可以再全面 大家也擔心 會不會中市變成一個 政治觀書的一個科目 我覺得暫時看不到 這個很強的一個情況 何刊權有否同意呢 我覺得如果這次的諮詢 你也是從歷史去看的 對不對 你第二次的諮詢 和第一次的諮詢比 這次的諮詢文件 我覺得可以用兩句說話 才可以去講一講 第一句呢 他是有聽到諮詢 第一次諮詢的老師們的意見 第二句呢 我覺得這次的諮詢文件 那個內容上 都還可以繼續有一個調整 或者一個 我認為是要以學生為本 教師教學 作為一個調整的內容方向 確實是 我現在形容為 中國歷史科 過去的秀田 沒有人耕耕 耕耕 耕耕 現在每個人都耕耕 這樣也好 我覺得 我自己作為一個長期任教 中國歷史科和世界歷史科的一個老師 現在當然做校長 行政兼顧母法子教 我覺得是好事來的 我自己覺得 在第一次諮詢稿 當時 居然可以 方溫的同學 他要學中原文化 和嶺南文化的比較 你試想一下 方溫的同學 他怎樣能夠學中原文化 和嶺南文化的內容 並且要比較 另外一方面 就是在那個 我們說自亂興亡 政治演變那方面 其實上一次大家都有意見 因為為什麼 學生們 或者老師們 其實中國歷史科的老師 他們的強項 其中一件事 並不是IT的運用 當然IT現在中史科老師很棒 就是講故事的互動 其實是很重要的 而講故事互動 那個政治演變 就是自然興亡的故事 他們很喜歡聽的 譬如說 三國 就是劉關昌等等 今次的諮詢稿裡面 是有三國的 譬如說 經歷刺秦皇 這個去到秦皇殿上面 刺殺的經過 又覺得很有興趣 因為你一個學科 如果你不能夠牽動他的興趣 我覺得就是相差很遠 所以今次的諮詢 在那個配置裡面 我覺得就是政治演變 就是自然興亡 是比上一次加了 大概70% 第二方面 我覺得是在那個文化的特色裡面 我認為都適當的配置 是有大概20%左右 而香港 中國 中國香港 是物不可分的 所以香港的部分 中一 中二 中三 他都有那個 大概10%左右 特別我要強調 在那個 譬如唐代 他會要講 屯門的軍港 這個是一個很近距離 第二 譬如辛亥革命 孫中山先生 我們覺得香港人很熟悉 還有 香港 廣州 武漢 其實是一條線 我覺得 他這次的 編配的節數 都有成11節 所以 我覺得 從那個 有沒有聽老師的意見 第一方 第二 是有沒有那個 是 需要有內容 我們稍後再講 那個調教 要學生為本教學 那個還要 我覺得可以去再談 我想很快再問一問 剛才葉建源提過 六七暴動 六四 可以包含下去的 香港市的部分 何安權 你怎麼看這個 我自己覺得 就 在這次的資訊文件裏面 是共和國 與香港 他都有幾大的篇幅 是希望說 他中間裏面 已經寫下來的 是有 譬如基本法等等 和1978年以後的改革開放 我覺得 我們真的要讓學生知道 我們的國家一直走下來 是得來不移的 現在1978年 一直到現在 在政治 在經濟 在文化等等 究竟有沒有來者 我們不敢說 但是 的確是一個 讓中國人 或者香港人 是引以為榮的 不過 我覺得 如果說吃飯 都要吃全部的 這樣的情況之下 在共和國以後的香港 有一些是 我們說很引起爭議 譬如說 六七暴動 如果六七暴動 你也可以說 反英抗暴都可以 但是我覺得 寫下來以一個 附件的形式 讓老師和學生 因應教學的進度 和老師和學生 能不能夠 有歡愉成的 學到 應該要 用一個附件 可以用一個附件的形式 這部分 稍後再仔細一點 請兩位再和我們討論 大家對於今次 初中中國歷史科的 第二階段的諮詢 大家怎麼看 打來討論一下 電話17231 之後繼續會有 葉建源和何漢權 我們稍後 在香港電台第一台再討論 十分之一